G20选址引争议 莫迪想涉及暗算中巴 印度若一意孤行 后果将很危险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莫迪打算在争议地区召开G20峰会 既要宣示所谓的主权 又想暗算中巴 计划风险太大 印度若一意孤行 后果将很危险 印度作为下一届G20峰会的举办国 想要将2023年的G20峰会 放在有争议的查默克什米尔地区召开 消息一出就引发持续热议 印方这样的操作 只是单纯的想象巴基斯坦宣示主权吗 还是说印度有更多的谋划呢 作为印度的老对手 又是这一地区主权争端的当事国 巴基斯坦在第一时间表示反对 并不意外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不仅仅是印巴之前的事 克什米尔地区 出于中国 印度 巴基斯坦 三国交界地区 虽然中国和巴基斯坦 早就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 和中国的边界划分清楚了 不存在任何争议 但是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 中印边界一直没有划分 最近的一次中印边境冲突 也是在这一地区 这一地区的冲突 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 根据历史上的经验 只要任何一个方向出现摩擦 另一个方向大概率也会出现战情 似乎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就拿印度突然单方面取消 查莫克什米尔地区自治权后 印巴之间发生了激烈对峙 与此同时 中印两军也在边境地区出现对峙 甚至还引发伤亡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 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 这一次 印度政府借着举办G20峰会的机会 阴谋宣示有争议领土的主权 背后免不了有更多的谋划 印度媒体 已经默契地将矛头直指中国 既然事情找上门了 我们当然也没有道理回避 据观察者网报道 在印度媒体的一再追问下 中方回应称 查莫克什米尔地区 作为印巴两国的遗留问题 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等规定 妥善解决 20国峰会作为国际性的经济论坛 应该避免政治化 显然中方对印度的做法持谨慎态度 在巴基斯坦坚决反对的情况下 印度如果坚持这样的做法 就是要逼迫参会国 在涉及主权争端上 在印巴两国之间做选择 这是暗算 非常不厚道 也很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不满 那么印度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首先印度的领土野心一直都非常大 几乎和周边所有的国家都存在领土争端 特别是科什米尔争端和中印边境争端 更是直接和印度的所谓民族自尊心 直接挂钩 在莫迪政府突然单方面取消 对沙漠科什米尔地区的自治权后 在该地区还驻扎了将近十万左右的部队 我们不排除莫迪政府 想要通过在此地召开国际会议 来宣扬自己的政绩 其次完全通过军事手段 印度无法从中巴两国手中 拿到任何好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 印方一直希望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哪怕是通过参加峰会的方式 暗算各国领导人 只要各国领导人去参会了 就相当于含蓄表达了 对印度领土主权的认可 第三 美国正在积极推行所谓的印太战略 极力拉拢印度一起给中国使半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 印方一直表现得十分暧昧 一边口头上宣称自己不选边站队 另一边却积极参加美日印澳四方会谈 等旨在遏制中国的西方小圈子 并把握一切机会对中国搞小动作 例如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和中国唱反调 在国内极力打压中国企业和美国一唱一贺 为了一个峰会去碰南亚地区的火药桶 估计多少有些责任感的国家领导人 都不会愿意挑事 再加上科士密尔地区 不仅在巴基斯坦的炮口覆盖之下 还动乱频发恐怖活动活跃 作为各国首脑也不该以身犯险 如果印度一意孤行 结局恐怕会让莫迪很难堪 倘若因此而引发激烈的对抗 印度还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好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